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艙醫院全面修艙 大批武漢人去哪了 李文亮所在的醫院4名醫生去世 200職工感染 防中共甩鍋 蓬佩奧堅稱武漢肺炎病毒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3月10號 習近平到肺炎疫區中心武漢訪問 根據中共黨媒的報導 習近平在一個豪華的會議廳 通過視訊隔著屏幕親切慰問了 火神山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患 還視察了東湖庭院小區 武漢當地民眾則紛紛在網路上披露實情 有人說 習近平去之前 東湖庭院小區發肉了 但其他地方沒有發 還有人上傳視頻說 武警和官員組成的群眾演員擠滿了現場 用肉身組成了高密度的防毒牆 還有大批的安保人員入住小區 9樓以上每家入住一個便衣警察 也有居民發帖說 家中進駐了兩名警察 讓他在窗戶喊熱烈歡迎 萬一喊別的就抓進去 另外一個居民則說 家中有兩個特警 門外還有六個警察 還有民眾披露 樓頂上全部站著狙擊手 小區樓頂有狙擊手 不讓喊假 3月5號 中共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武漢開園小區時 居民隔窗高喊 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外界認為 這次中共派警察入戶是為了防止習近平遭遇同樣的場面 大疫當前 中共迫害法輪功卻絲毫沒有放鬆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報導 在疫情爆發的12月、1月、2月 中共至少將213名法輪功學員非法判刑關入監獄 其中12月份非法判刑162人 1月份非法判刑36人 2月份非法判刑15人 刑期最長的高達10年 迫害最嚴重的省份是河北、吉林和山東 分別在一個月內冤判3到5名法輪功學員 同時 中共的政法委、610辦公室、國保、公監法司部門 還在繼續製造冤假錯案 2月份至少將20名法輪功學員構陷到法院和檢察院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武漢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國陸續爆發 然而疫情發源地的中國 中共當局宣稱確診人數持續下降 所以武漢市的方艙醫院全部修艙 所有病患已經全部出院或轉院 至於轉去哪裡治療 情況又如何不得而知 當局也沒有說明 這些人是否有人轉為重症或不幸病死 武漢封城第48天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到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這也是武漢肺炎爆發以來 習近平首度前往疫區視察 3月10號 中共喉舌《新華網》報道 習近平親切看望正在接受治療的患者 不過從發布的相片來看 習近平是在會議室透過視訊戴著N95高防護口罩隔空探望 2月中旬 習近平告訴美國總統川普 疫情在4月會受到控制 儘管疫情正蔓延全球 中國在疫情方面反而零增長 復工解禁 方艙醫院修艙 一切似乎照著劇本走 2月21號 武漢市委常委胡亞波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 因應疫情擴散迅速 被集中收治感染肺炎輕症患者 武漢計畫再建19間方艙醫院 將病床擴到3萬張 然而不到20天 當局又宣布武漢方艙醫院全部修艙 中共當局宣稱 自2月5號開艙啟用到3月10號 總共收治1萬2千多名的病患 全部出院或轉院 至於轉去哪裡治療 現在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當局也沒有說明這些人是否有人轉為重症或不幸病死 出體的消息出來 催運的消息出來 也很難預測他們到底去哪裡了 我也沒有看到相關的那些被隔離的人 他們發消息出來 評論認為 方艙醫院是用來治傷的野戰醫院 不是用來治病的 毫無隔離設備的智商醫院 怎麼可能阻止了病毒傳染 武漢市民高先生表示 他看到上海市新冠肺炎 臨床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的一段視頻 提到 在全國範圍內 上海市的疫情管控算是做得很好 不過 目前的預防措施等級不會下降 他來看還是不容樂觀的 可能他知道一些什麼消息 但是不好直說 3月4號 中共保密辦國家保密局通知 加強疫情防控 做好保密工作 網友質疑 做了什麼不見光的事情才需要保密 他這個時候強調防疫和保密工作 除了要確保與中共各級官員接觸的 自身工作人員的健康之外 還跟這個部門特殊的職能有關 包括 第一 監控中國人民 第二 以黨和國家秘密的名義 防止中共見不得人的機密曝光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認為 這一次疫情期間 中共掩蓋拖延疫情真實情況 造成了全球蔓延 感染和死人無數 中共當局上下很多人都脫不了關係 在全世界發動宣傳攻勢等罪惡 秦鵬表示 中共一方面希望掌握這些實際情況 達到控制目標 另一方面則需要防止泄漏 中共當局真正防疫控制的 是他們所認為的政治病毒 3月9號上午 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眼科副主任醫師 朱和平因武漢肺炎去世 這是繼李文亮、江學慶和梅仲明之後 武漢中心醫院殉職的第四位醫生 使得這家醫院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根據武漢市中心醫院官網介紹 朱和平是眼科副主任醫師 才進往3月9號報導說 66歲的朱和平是退休後返聘 一直在南京路眼科門診工作 主要負責眼底造影檢查和激光手術 報導還透露 朱和平醫生在2月3號開始出現相應症狀 他一方面居家隔離 一方面在外院看病等床位 一直到2月18號病重了 才打電話給中心醫院 當天被收治 第二天被轉入武漢市協和醫院西區 3月8號晚間 朱和平醫生病情惡化 9號上午搶救無效去世 此前這家醫院的眼科醫生李文亮 甲莊縣乳腺外科主任醫師江學慶 眼科主任醫師梅仲明 分別在2月7號、3月1號和3月3號因武漢肺炎去世 武漢市中心醫院被曝光 是職工感染最多的醫院之一 大陸澎湃新聞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說 目前有超過200名職工感染 3個副院長被感染 1個護理部主任感染 多個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維持 多個主任醫師上呼吸機 多個一線醫護經歷了生死一線 急診科損失慘重 腫瘤科倒下近20個醫護人員 外界再次關注武漢市中心醫院 作為三級甲等醫院 為什麼醫護感染如此嚴重 根據大陸中國新聞週刊2月17號的報導 去年12月中旬開始 武漢市中心醫院就接診了武漢肺炎病患 進入今年1月 醫院接收的發熱患者 像火山噴發一樣增加 臺灣腎臟科專科醫師江守山表示 當帶原患者太多 沒有適當分流的時候 會把醫院變成一個高傳染性的場所 空氣中充斥著高濃度的病毒 醫護人員很容易感染 而醫護人員感染 醫療系統崩潰 上級單位脫不了責任 讓那麼多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傷害 武漢市中心醫院那麼多職工倒下 之前卻很少有曝光 網上一篇 一名武漢中心醫院醫生的自述說 我們不敢說 我們害怕 害怕進入輿論風暴的中心 而無法自拔 我們害怕再次經歷好戰友 李文亮醫生事件的全國聲討 抵制和打壓 這個就是傳統的官僚體系的掩蓋事實 以求自己升官發財的做法 我會覺得說像對疫情 誠實是最好的策略啦 通常這種事情到最後就是會捂到爛掉 等捂到發臭的時候 所有人都聞到了 對它的官位 其實也沒有比較好的保護的效果啦 不過 中共當局的掩蓋仍在持續 3月10號 黨媒《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人物期刊 在封面故事《武漢醫生》中 採訪了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 李文亮當初公布的病毒檢測報告 就是從他那裡流出來的 他堪稱是這次疫情中的發燒人 不過 這篇報導立刻遭到大範圍封殺 曾經轉發的大陸新聞媒體 也迅速將文章刪除 在中共當局極力的想讓這次肺炎疫情 和武漢脫鉤的同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連續兩天使用了 武漢病毒的說法 評論認為 中共想用磨棱兩可的說法 來推卸疫情的責任 但是武漢的肺炎還有太多的問題 沒有調查清楚 不能淡忘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3月6號 接受CNBC財經論壇訪談 主持人提問說 有人認為美國無法像獨裁的中共那樣 隔離人群 美國防疫會成功嗎 蓬佩奧回應說 美國對控制疫情很有信心 他還表示 儘管主持人稱讚中共 但不要忘記 這都是武漢冠狀病毒造成的 這是蓬佩奧連續第二天使用武漢病毒這個詞 3月5號 蓬佩奧在記者會上說 美國將為因武漢病毒而受到嚴重影響的國家 提供3700萬美元的援助 同一時間 中共則極力想使這次肺炎病毒和武漢脫鉤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3月4號在新聞簡報會上聲稱 媒體稱新型冠狀病毒是中國病毒 或武漢肺炎是極不負責任的 是個別媒體企圖讓中國背上製造疫情災害的黑鍋 但趙立堅沒有給出任何證據 只是引述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的說法 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 但不一定發源在中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也下令 要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 查明武漢肺炎病毒的來龍去脈 大陸民眾孫先生被當局屢次噤聲 但他仍堅持表達觀點 蓬佩奧6號也反駁了中共聲稱武漢肺炎病毒 可能源自他國的說法 他說 不少權威人士都已表示病毒是從武漢傳出 所以不要拿我的話做文章 我們很確信疫情是從哪裡開始的 之前 臺灣冠狀病毒之父賴明照 曾明確指出 新冠病毒發源地是中國 美國華裔科學家何大一 正在領導哥倫比亞大學的四個團隊 研發抗新冠病毒的藥物 他也表示毫不懷疑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 甚至中共官媒財新網也在獨家報導中說 病毒最先是出現在武漢 報導披露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張永鎮教授團隊1月5號 從武漢送來的患者樣本中 獲得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根據測序數據繪製的進化數 也證實武漢新型冠狀病毒 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另一家官媒澎湃新聞3月7號的報導則說 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的研究團隊 在雲南蝙蝠的基因組裡 鑑定出的冠狀病毒RMYN02 和武漢肺炎病毒類似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 以前人們慣用 爆發地來命名疫病 例如非洲豬瘟、西班牙流感等 藍述表示 每當提起武漢肺炎 人們就會聯想起武漢人所遭受的痛苦 想起被封口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 想起中共對疫情的掩蓋 而這正是中共千方百計想讓人們淡忘的 好 觀眾朋友 現在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9號 武漢一位醫生家屬向新唐人爆料說 汗陽有幾個小區再次爆發大規模感染 原因是有人出院以後 在取快遞的時候 群體聚集有感染了 爆料人說 那一片不僅小區封了 連周邊的路都封了 只能走高架橋 3月10號 有網友上傳一段視頻說 當天上午在湖南珠州盧松區中南食品大市場 有一個老者在菜市場突然倒地身亡 死因不明 菜市場裡的人都戴了口罩 沒有人恐慌 3月10號 習近平首次到達疫區中心武漢訪問 有當地居民拉著橫幅上街 說我們要吃肉 3月10號 網友上傳的圖片顯示 武漢將在3月底解封 沒有治好的輕症 中症全部轉入金銀潭醫院 省人民醫院 中山醫院 重症全部轉出武漢市 到黃岡集中治療 方艙醫院全部關艙 留3,000醫護到黃岡治療重病人 不過消息是否屬實 暫時還無法證實 武漢肺炎疫情隨著人的流動蔓延全球 各種虛假信息也到處流竄 為了防止全球虛假信息的威脅 美國國會最近舉行了一場聽證會 聚焦中共散播假信息和經過審查的言論 專家還點名中共當局靠謊言生存的審查機構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擴散 各種假信息也到處傳播 對此 美國國會許多議員表示擔憂 3月5號 美國國會舉行全球參與中心 領導美國政府的鬥爭 反對全球虛假信息威脅聽證會 抨擊俄羅斯散播虛假疫情信息 以及中共當局掩飾真實數據 危及全球公共衛生安全 華盛頓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 亞洲研究項目主任不大年在聽證會上說 中共自冷戰結束後 就開始向美國發起了所謂的政治戰 虛假信息宣傳和審查 是這場戰爭的兩個關鍵支柱 而美國近年來才逐漸醒悟 不大年在聽證會上 點名了9個在中國國內執行審查任務的機構 包括新聞出版總署 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 中共的信息產業部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中共中央宣傳部 公安部 海關總署 國家保密局和司法機構 但是我認為這裡總的來說 就是一個體制性的問題 在任何一個極權國家 它就是要達到封鎖真實的信息 和散佈吸獎的信息 那麼散佈吸獎的信息 那麼就由卷訪部啊 外交部發言人啊 新聞署啊 去刻意製造一些蒙蔽老百姓 也蒙蔽對外的信息 據瞭解 這些機構的功能各有差異 從制定審查、限制規定 到動用司法對揭露真相者判刑 但彼此之間又有重疊 公安部的網警呢 同時都是鉗子網絡的 但你完全有可能啊 被網信辦開的罰單 網站關停的同時呢 再被國保請喝茶 一不小心呢 因為涉外言論呢 國安部的監控部門 也可能找上門呢 伯大年在聽證會上還說 長久以來 中共利用宣傳機構 在國內把美國宣傳成 是必須打倒的敵人 並企圖在美國及其盟友間進行挑撥 伯大年強調 美國應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讓中國人民知道被中共統治的真相 很多老百姓呢 會因此而覺醒 開始嘗試穿牆 突破它的封鎖 目前 新冠病毒的來源還不得而知 但有關疫情的源頭 出現了各種陰謀論 在中國的社交媒體 集體出現的說法 就是病毒是美國製造的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張曉剛認為 中國老百姓最應該知道的真相 就是中共政權就是一個散布謊言 和阻止真相的體制 民眾所需要的真相 都在這個體制內被掩蓋 武漢新冠病毒肺炎這個事情 就可以看到沒有信息的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是要死人的 大家都可能性命難保 如果那個時候的信息出來 那麼很多老百姓自己就會開始有傳聞議事 這種公眾和輿論的報導呢 也會給官方一個壓力 阻止官方呢 盡早的採取措施 那麼現在呢 兩方面都沒有 全球接觸中心特使兼協調員 利亞·加布里埃爾在聽證會上表示 美國的對手正在試圖利用 目前的這場公共衛生危機 和人們的恐慌推進自身的利益 她認為 中共當局是在通過假新聞 影響外界的看法 如果仔細看就會發現 許多共產黨國家在經濟、安全和人權方面的行動 都是以他們的宣傳為基礎 武漢疫情之下 大陸的很多民眾集體聲明 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李進中等17人表示 這次的武漢肺炎看出中共暴力統治 完爆疫情 草菅人命 疫情沒有控制住就強制復工 不管民生 只為統治集團的利益 老百姓只能自救 遠離中共 遠離邪惡才有出路 再次聲明曾經加入的黨團隊組織以明心計 李中傅等7人表示 自從看了我們告訴未來瞭解真相後 才知道 惡黨殘暴的令人髮指 從武漢肺炎來看 惡黨不但沒有悔改 反而變本加厲 致人民於不顧 謊話連篇 大肆發國難財 從今天起 我等遠離惡黨 與惡黨劃清一切界限 退出少先隊組織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 請訂閱 咳 訂閱 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